大家好 五日新一讀書Live 今個星期一的讀書Live 想跟大家說一部書的結局 其實這部書在我們頻道開啟的時候 已經跟大家介紹過 就是Georgio World的1984 這部書其實我們之前 大家都聽得很好精彩 很投入 但結局 很多人都問我 為什麼結局好像沒有說 其實那時候我一直都不想說的結局 原因有兩個 第一 我經常覺得 如果我講完整部書給你們聽 你們會欠缺自己去看的動力 我經常覺得 書聽人說是一個感受 但自己看的感受 其實我覺得更加多 所以希望每一部書 留一些留白的位置 讓大家自己去找答案 另一個原因我不說的 就是因為 其實每一次我看這部書的結局 其實我都覺得 我自己都很觸動 我覺得很傷心 所以 真的不想說 但是 隔了那麼久 我就覺得 那好吧 既然一直都 有朋友問 為什麼好像沒有結局 我今天就和大家講完 這個 就是 最後一個最終結局 就是書裡面的男主角 就是Smith 史密斯 就是 當這個極權世界 去到盡頭的時候 正如當年的 劉少銘教授 他受了一個訊報 前老闆 林幸治先生的委託 就是 那時候是在 中英談判的期間 即是回歸之前 就是 將這部書翻譯成為中文 這個版本 其實是中文大學出版寫出的 他那時候都說 任何一個極權世界 如果去到盡頭的時候 1984就會出現 書裡面的男主角 Smith 史密斯 就是在這個極權世界裡面的生存 他寫的時候 時間是1948年 他就特意把它轉成1984 即是預言著 未來發生的事情 在書裡面 所有極權世界出現的事情 譬如仇恨節目 怎樣用仇恨去管理一個國家 怎樣去動員人 我都說 其實 你如果用仇恨去動員人的情緒 其實是 最恐怖的 為什麼呢 一個人在仇恨的時候 即是發怒的時候 你當自己發瘋的時候 其實你是會做出更加多 是你平日 你讀的書 你那個 社會的規範 你的道德觀念規限著你的東西 在你仇恨那一刻 其實你是會 override 所有 這些 你在正常冷靜的時候 你知道的道理 譬如你讀的書 你的道德 你那個社會倫理 所有的規範 在你個人清醒的時候 你是不會煩的 但當你個人是極之憤怒的時候 你就會做出很多很不理性 很不合常理 很野獸的行為 為什麼呢 因為那一刻你發瘋了 你真的很生氣 真的很生氣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你看到警察的案件 其實就是那一刻 你主要時光再倒流 你叫他冷靜 你會不會問他做一個 殺人的決定 他未必會 因為就是那一刻 所以仇恨去管理一個國家的時候 其實是很恐怖的 你看到我們之前 但是你會看到這些事情 是不斷出現 譬如包括之前在大陸 在深圳 一個日本的仇仔 被一個狂逃 一個狂熱的所謂愛國分子 就是去 他完全生不認識的 就是雙海有這麼小的小朋友 這些就是 當你去仇恨 去manipulate一個地方 去管理人民的時候 如果有些人還是很… 你不可以假設每個人都正常 總共有些人是很不正常 在不正常的時候 走出來的行為 完全可以是超乎你想像的 在這樣的狀況下 就會出現這些狀況 所以譬如裡面有說 例如仇恨 仇恨節目如何用仇恨去 鼓動人民的情緒 如何控制人民的情緒 另外就是 例如如何散改歷史 控制新聞 改這些形容詞 所謂的new words 新語 新語的意思就是 在人的思想越澎湃 其實你形容的詞匯 其實是越多的 你形容的詞匯越多 但是去到這個美麗 1984的世界 就像另外一本書 是brave new world 這個美麗新世界 一樣 這個詞匯是很少的 就是好 是得好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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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good 就是這樣 除了good之外 是沒有更多的形容詞 沒有splendid 很多很多很闊的形容詞 也沒有bad 也沒有bad 只是ungood not good 那你個人的思想 其實就很受限制 其實那時候 George Ouell 自己寫這本書的時候 他也這麼說 就是這本書 如果以一個文學作品來講 其實他的修詞 是不是真的很好 很漂亮 其實不是的 以一個純藝術的角度去看 其實他的藝術成份 不是很高 但是那時候 他身處那個環境 他經歷過的西班牙內戰 他看到原來他一直很信奉的 烏托邦的世界 就是所謂的共產主義 這個社會主義 人人不平等 人人都是互相的有愛 就是他相信這件事 但是到了他看到的時候 原來這件事 真正的面孔不是這樣的 他才覺得 嘩 原來是這樣的 於是他覺得這本書 其實不是一個 真的一個 他的作用不是一個 文學作品 他的目的不是一個文學作品 而是一個警示的警信 所以是不需要寫得特別好漂亮 他只需要把這個事實 即是他看到的東西 他將它放在大家的面前 提醒大家的小心 甚至於當年 這個劉少銘教授 有時候讀這本書的時候 他也是有這樣的目的 書裡面有兩個主角 一個是Smith 就是男主角 另一位是女主角 就是Julia 他們兩個其實是相愛的 但是在1984的世界裡面 相愛都是不能容忍的 所有的愛 即是在革命前的所有的愛 都是被超滅的 被消滅的 因為愛本身 已經是一個很不穩定的因素 令到你不會聽 裡面的老大哥 老大哥是要控制所有的 你什麼時候吃飯 什麼時候去廁所 什麼時候生孩子 都要控制所有的 就因為愛這件事 愛是包括男女之間的愛 即是兄弟姐妹之間的愛 父母之間的愛 朋友之間的愛 所有的愛 都是奢侈的 所有的愛 都是一個不穩定的因素 所以不能夠有愛 你說兩夫妻可不可以上床行房 當然可以 但是你是一個國家的任務 就是你幫她生孩子 所以其實中間男女之間的 那種的歡愉 這些又沒有 都是不需要的 都是奢侈的 都是罪來的 所以這樣的環境 簡直是去人性 去人化的社會 最後這兩個主角 即是Julia和Smith 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他們明知道傷害是一種罪 明知道傷害是很危險的 但是他們的選擇是怎樣 這個其實就是結局 我們就要留給Patreon的會員去聽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 去知這個結局的話 即是最後的選擇是怎樣 即是最後那一幕 經歷過所有的萬難之後 他們再相遇的時候 他們是怎樣 那就可以做Patreon 那如果你喜歡這條頻道的話 你也可以送花 就是這樣的 好了 然後我們一會兒再講這個結局 其實都很值得大家的心思 但之前我們就先講一下 這些很有趣的新聞 最近就是 都要為特區政府鼓掌下的 原因就是因為 現在香港的經濟雖然不是很好 即不是不是很好 其實是好不好 即是我想大家都感覺到 即各行各業都是 我都說了 我現在通常跟朋友坐下來吃飯 都會聊兩天 第一件事就是電騙 上一集我已經跟大家說過電騙的狀況 最近我就看明報 他在大台就有一個 我覺得都挺值得大家看的 雖然我沒看過 好像叫騙錢 那個名字 即是很直接的 他就說各種的電騙最新的招數 我覺得大家都應該知道 就是一個警訊來的 大家應該是錢難賺之餘 那些人還要騙你 所以你一定要確定 你自己保得住自己的荷包 在這個明報 我看明報 他那個報道 有一位牛昌大學的博士 女學博士生 被人電騙了40萬 其實那個方法 跟我上次告訴你們 我覺得完全是一樣 總之就是信用卡 有千萬個理由 叫你信用卡入一個連結 即是有一條連結給你 叫你入信用卡的密碼 於是那個銀行 就會給你一次性密碼 你只要給你一次性密碼 你只要給你一次性密碼 是你自己的輸入 於是你那條數就不可以追 他明明是賣書 他賣三本書150元 結果就因為他填了那個連結 而那個賊很快 可能他發現 即是被人拿的數的時間 他發現得太遲了 於是就被人拿了40萬 40萬港元 但完全是無法追 他都說 其實很多人都以為 讀書這麼多 怎麼會被人騙 其實這件事 和你讀書是無關的 讀書的隔離都很正當的 這些是三屆舊樓的東西 其實是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所以這個做讀書無關的 這個必須要大家多些去警醒 我覺得警訊是應該有用 大家好像沒有警訊 Anyway 講於這個電片的 就是有大台的 好像叫做騙錢 我覺得大家都應該可以看一下 除了講騙錢之外 另一個 就是經常和朋友都會談的 就是問一下大家 就是survey一下 informally 就是各行業的生意環境是怎樣 我最近認識一個朋友 他是做麻雀館的 他在家裡開麻雀館 其實現在都是很少牌照 是流出來的 是一個家族的成傳的麻雀館 我就在想 其實現在這個經濟環境這麼難 那些人經常都說 生意淡薄不如賭博 那我說 是否麻雀館是唯一一個 生意最好的行業呢 不是 是很差 那我問一下 為什麼呢 我問一下 是否因為賭小了 一來賭小了 二來真的 原來大陸客人 真的少了很多 大陸客人很喜歡賭錢 我覺得這是中國人的性格 就是中國人去到哪裏 有中國人的地方 其實都一定會有一些賭場 例如新加坡也是 最多人進入賭場 其實都是大陸客 都是中國人來的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我沒有去過 原來麻雀館是很棒的 就是每一次有錢的交易 他們就可以收到5%的 即是麻雀館 我起初就很笨 我以為打完一局牌 就收到5% 原來不是的 在打一局牌的勝負 我當你可能是5分鐘勝負 那副牌裡面 其實有很多的 貸款交易的位置 例如起降 對碰 就是 不知道 摸到一個洞 這些 其實原來都是一次貸款交易 所以其實原來是 真是 如果在好景的時候 打得大 我問他 好景的時候最大的 一些牌 一局牌 例如打多少 他說那些國內客 一局牌可以是三十多萬 那就是中間 其實有很多次的 貸款交易 但是你想想 整個貸款交易 其實只需要5分鐘 5、6分鐘 那就是一局牌 5、6分鐘一局牌 那你想想 是不是真是 哇 真是 這些真是 財源滾滾來 但是 原來在現在這個 不好的經濟環境裡面 其實是 連麻雀館也很少 因為真的沒有了 這些大陸客 真的沒有了這些人 他們以前是 直通車一來 就馬上開四圈 然後 其實真的很難理解 因為對於我 不喜歡打牌 以及不賭博的人 我很難理解這些 這麼恨的 那就是 你來到之後 為什麼不先去酒店 去休息一下 或者吃一頓好東西 去看一下 有什麼好玩的東西 而走來打牌呢 其實你自己 是不是在大陸 不能打呢 可能是的 可能是的 所以其實 他們就會來香港 一來到就打 打到是 酒為止 但是其實 麻雀館是12開12的 但是 只要你是蠔客 或者是所有東西 都可以幫你 安排完 但是現在 那個差 差到 我以為 正如剛才這樣說 生意淡薄 不如賭博 我以為賭博行業 生意會好些 但原來都不是 都很差 各行各業都差 不單止只是零售 但是 香港那些畜生 就很生性 首先我們有熊貓 跟著 我們有跑馬經濟 現在真是 有了恐龍經濟 真的發現這個 史前恐龍 我們是不是真的 現在香港的 這隻相窮很難 真是你還不發達 這次 真的 你這個 金融 金融經濟 搞不定 這個股市 搞不定 你看到股市現在 其實就是回到以前 那種 混混頓頓的狀況 我都說了 其實跌過二萬點 是遲早的事 真的興奮了六天 之後 一切就是回到混混 惡惡的狀態 但是 畜生老山性 有跑馬經濟 這個不說 接下來 又有恐龍經濟 還有熊貓經濟 那個熊貓經濟 其實我真的很佩服這個 民建聯 他們自己說話 不笑的 民建聯有一位 我都覺得 他的樣子 都是很出來拔碎 那位叫陳勇 他的頸很短 我經常覺得他的臉 是沒有頸 他就黏著我身 頭就黏著我身 他們說 他們說這個 熊貓經濟 我真的頂不上笑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們說 香港真的很難得 真的很難得 有什麼難得 香港是少有的地方 有齊老中青的大熊貓和 有齊老中青的大熊貓和 由熊貓出生到年長 香港全部都看到 包括上了天堂的兩位 他們的骨灰都在海洋公園 真的 我只有陳勇說了 這個 真的 只有他說了 於是 這麼厲害 有六隻 包括天堂的兩隻 骨灰都在海洋公園 對不對 新老病死 你都看到了 於是 他就覺得 應該要有這個 熊貓視頻 這個 建議 設立 一個收費的國際熊貓專用頻道 就是 一台就看香港 再加上卡塔、以韓國、日本、成都 你還不發達 這個熊貓的頻道是看什麼的呢 就是看 這六隻熊貓 就是海洋公園的 一舉一動 是24小時的 這個 說到這裏的時候 如果你跟我同樣的年齡的話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這個加油喜事 即是王八明的加油喜事 你覺得很像李香琼 看著金魚缸 哈哈 我覺得完全是李香琼 看著金魚缸 那種的feel 即是你看著電視 那幾隻熊貓 喂 走來走去 動來動去 吃飯 噗噗 睡覺 那你和李香琼 看著那個金魚缸 有什麼分別呢 是不是 整件事 真的很癡呆 這件事 真的 他說 現在六隻熊貓 是 摘萬千寵愛於一生 市民 是肉霸不能 是肉霸不能 我想問一下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肉霸 肉霸不能 於是 建議這六隻熊貓 打造成香港的名片 要製造香港的 紅貓的明星 即是要造星 打 找來知名的設計師 就是設計出 獨特的文創產品 吸引全世界的女客 大哥你現在這個 又不是外星人 是否全世界你以為沒人見過紅貓 第一次見 即是突然之間 你說這次是否大生意 你是不是想窮都難 你這樣想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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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產和金融死了 都不要緊 有六隻熊貓 在照你 於是美謝參加這個 熊貓的改名比賽 27日截止 講講這麼興奮 記者又鬥一鬥他 就問他 現在有成萬個 改名 有一萬幾個市民參加這個 精名的比賽 那你有沒有參加呢 陳勇 於是他就說 哎呀沒有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 其中一位的評審 就是鄭永信 就是他的黨有關係 如果萬全一 他贏了的話 會惹人意義 會惹人意義 所以你說香港 真的是靠你了 加油啊陳勇 真的 是不是很開心呢 聽完他說 你覺得這個世界 真的相當之美好 香港呢 就是什麼都不用搞 就是搞六隻熊貓 連死了兩隻 骨灰都在這裡 你是不是很厲害呢 那當然還有這個 恐龍的化石 我看到靈罕浩的樣子 那種著弱程度 我還以為有什麼 什麼事情發生 我說 哦 原來是這樣 就是 是不是 所有畜生都非常 呼應這個 特區政府 知道你需要我們出來幫忙 連恐龍都出來幫忙 就是這個 多少年前 這個恐龍化石 一億多年前 所以看到靈罕浩很開心 我還以為發生了什麼事 那Anyway 那 那 但是呢 其實呢 這一邊商 就是這個 馬 熊貓 恐龍都出來 另外那邊商 就是 但是你看一下 香港那個 就是最近那個 年宵那個 拍賣 那個拍賣那個 那個 那個 當主那個 山兵 也是很好笑的 我真的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香港每一年 就是過年就是年宵 就是 其實我都很多年沒有行年宵的了 就是 就是 COVID的時候就當然了 那 真的很久沒有行 有時候 一到這個新年 有時候會有些些 會下雨 有時候 就是這幾年都好像有下雨 所以其實都很久沒有行 那 好了 但是呢 這個年宵那個 的市場 那個攤位 這個拍賣呢 其實也是一個指標來的 除了那些高級的店舖 我們稍後可以說一下 一些金舖 現在的狀況 那麼 年宵拍賣呢 其實就是很基層市民 就是 第一個 是 香港的一個 就是過年的一種的習慣 就是一種氣氛 以及都是基層市民的一個指標 就是 過去呢 其實 就算去到19年的時候 其實那些年宵攤位 都買得很好 就是 成交價都好 那麼今年又怎樣呢 當然最大的兩個攤位 就是近維園 銅鑼灣出口的兩個快餐單位 都熟食的那個 熟食單位 就是每一次進去 就是 有熱辣辣的維他奶 豬皮魚蛋 燒賣 一個就是在銅鑼灣入口 一個就是在天后的入口 在疫情前 2019年 最高的成交價 去到52萬 但是 現在是多少呢 真可憐 現在最終的成交價 一個是18萬 一個是18.2萬 這個就是 比起疫情前 是大減成30幾萬 跌幅是去到65% 然後我就看電視 就是 TV News 那些記者 就是打咪 就問那個 就是 那個 就是 就是 那個 就是那個 就是 那個 就是 現在 你說是 50幾萬 就是 我記得最高的時候 去到80幾萬的時候 那你就算 你說去到19年的時候 都有50幾萬 50幾萬 都 就是 就是 做幾萬的 就是 買魚蛋很便宜的 就是 10元 那就是 其實他 真的很多人買 然後 不單止 就是 給得到這個價 你只是攤位價 你不算人工和料 就是 成本是不低的 就是做幾萬 但是他們是有信心的 買一些很便宜的東西 都是有信心的 但是現在 那個當主 就是 頭到之後 他的樣子都很灰 真的 都 鞋口鞋臉都很灰 就是初四的樣子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 現在真的大鑊 因為太多東西繽紛 太多東西繽紛 吃魚蛋燒賣 吃到鹽 就是魚蛋燒賣 豬皮 吃到鹽 你每天都 都還是叫他們 所以 其實他沒有信心 他沒有信心 就薄薄 所以就是 是抵價成交 就是18萬 和18.2萬 是抵價成交 所以 你說這個 是不是很害怕 你反過來 其實最近 Netflix 就大熱那個 黑白大廚 我不知道你們看完沒有 我自己 就 真的追到 已經看完了 我其實真的很慨癱 這個就是 別人真的可以 帶動經濟 第一 他帶動了 韓國的飲食潮流 飲食文化 他那個電視台 那種的 製作 就是那個戲拍 拍出來 多麼 每一個廚 都拍到 好像明星一樣 Mosu 那個主廚 就是安 安主廚 其實叫他上鏡的時候 你一定要減肥 他說你相信我 你減完肥之後 你一定會爆紅 結果安主廚 就是減肥之後 當然他的專業 令到他爆紅 我相信他減肥之後 一定是好看很多的 你說他是不是很英俊 又不是很英俊 但是我是他的粉絲 現在變成 原來一個人專注做任何事情 不是廚師 專注做一件事 都是很慘的 真的很慘 首先 第一件事 節目很好看 贏口碑 帶動了整個韓國的飲食文化 還有餐廳那裡有100個廚師 當然不是每個都紅 我當你紅30個 30個 其實他們真的由 fine dining 去到大媽大廚都有 現在你看到 所有社交媒體 全部都有介紹 這個廚師 餐廳在哪裏 在哪裏 有了地址 有了電話 你可以去Matebooking 我全部都攝錄了 他早上去韓國旅行 其實現在 去日本 因為韓國很普遍 很普遍 那就要記住要 預約 甚至 安大廚 在香港也有一間 Mosu 就是在M Plus上 當然 之前他剛開的時候 都說是很貴的 一位難求 現在就更加是長龍 但最後我預約到的 然後 其實是 有一個好朋友請我吃過一次 那是真的很好吃的 但那時不知道 那麼厲害 其實因為 我對飲食 其實是比較外行的 因為我有一段時間吃長素 所以我對食物的要求 其實是不太高的 你想想 我對食物不太高的要求 都不是很為食的人 都會上去 再試一次 再試一次 然後 就找朋友 你幫我預約 就預約了Mosu 接下來會再試一次 即是 不是很好吃 不是很為食的人 都會想這樣 所以你想想 是否真的可以帶動到那個經濟 即是真的可以帶動到那個經濟 而且 他們除了是光顧餐廳之外 那些廚房其實也有很多的 exposure 即是 不同的貿易 找他們去拍攝 然後有不同的代言 那這些 你說是否真的可以帶動經濟 這就是創意 即是創意 你想到一個這樣的想法 然後 其實你也要投放資源 就算在經濟不好下 那些人 都是有錢花的 就算你說香港 你說香港現在經濟是否不好 就肯定不好 但問題是否真的沒有錢花呢 那又不會的 真心地說 即是你過去 你這個 你怎樣都有三斤釘 你香港好了 一直都好 你又儲買一塊錢 雖然你說現在是很閉毅 閉毅是因為不知道前路是怎樣 是不是 你又見到那個政府 除了是馬 和貓和恐龍之外 他好像沒有其他辦法的時候 那你都害怕的 所以你有錢 你未必想馬上花很多 但是吃一餐半餐 一萬幾千 就算哪怕一萬元的餐飯 那些人都願意去花 就因為 你令到他 真是很有衝動 所以就算你說經濟不好的話 你要刺激人的消費的時候 你做一些很省皮的製作 只是失衝時間的話 即是那些什麼好聲音 什麼什麼好聲音 即是怎樣說 你放在前面都是保濟丸 我不是說保濟丸不好 我肚子痛得吃保濟丸 不過我意思是 你很廉價 很省皮的製作 其實就只是失衝時間 就失衝時間 那你其實是刺激不到 那些人去出去 你不會刺激到任何東西 你不會令到那些人 我真的想去洗錢 我都說了 我吃東西是很隨便的 公仔麵我都可以搞定 但是我都會有一個這樣的慾念 想去吃多一次 即是記錄完 這幾個大廚在韓國的餐廳 如果我去韓國的時候 我就怎樣都要預訂一兩間 即這個心態就是 即是虛榮也好 好奇也好 那就是成功捉了你的心態 是不是 所以你越窮的時候 你就要越用心製作 所以我經常都說 生意難做的時候 其實你用的心機是更加多 因為可能你的錢 未必直接回來 但是那些人 其實你就勾起人想洗錢的用 很想來你那裡洗錢 只不過我暫時可能 即是有一些人馬上來 有些人可能就是 我現在未是好油 等我好一點 鬆動一點 我就會來 即是怎樣你都會有優勢 如果你完全躺平 廉價製作 純粹失空時間的話 那些人就簡直不看了 即是我已經很灰了 還要給了這些 那些東西我看 因為非常加歡 我當然是不看了 所以我覺得香港 都要自己想一想 都要自己想一想 那另外呢 即是你說那個環境 那就是金價 想說一下那個金價 金價現在升到瘋了 所以金譜是很難做 那我剛剛最近看新聞 就是這個 周大福珠寶 即是新世界系列 即是他們的家族系列 周大福珠寶 是剛剛在10月22日公佈了這個 上季的零售 按季是跌了20% 而六福珠寶就跌了25% 其實主要就是大陸拖累得很厲害 其實香港也是 香港其實都是那句 即是現在你貴價東西 不是買不起 不過那些人是不想買 第一沒有心情買 第二又不知道之後怎樣 還有不知道這個寒冬到底要捱多久 其實香港這麼多年 從小到大在這裏漲底 都沒見過這麼差 真的沒見過這麼差 就是說沙士的時候 其實沙士的時候 是後來反彈得很快 因為是一個很短的時間 那段很短的時間 其實我有些朋友 因為那時候很多人都扔樓 淘汰了幾十萬一層 我有一個朋友去第一個豪宅 就是山頂 山頂三千隻 那時候只是跌到一千萬 結果在那時候進入了 結果很快就已經過億了 那層樓 所以你看到 香港是沒經歷過這樣的情況 就算去V型反彈 即是去V型反彈 是一段短的時間 說是九個月 九個月左右 但香港現在的狀況 就是所有的基本因素都改變了 就是樓不行 股金融市場又不行 現在沒有東西可以 除了恐龍、熊貓和馬之外 所以就是 你看到 這個就是 周大福 就是關了在大陸的地坡 兩個月裡面關了145間 而這個陸福 也關了76間 所以你想想 現在的狀況 在大陸那個 大陸的走資 最近是走到2萬億港幣 走資 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走資 例如加密貨幣 然後拿一些藝術品來香港拍 拍完之後 那個錢就直接不要進大陸了 就是進去海外的戶口 就是這樣去走資 其實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沒有信心 就是完全沒有信心 你想想這個地方 積聚財富是多少代人的努力 就是用多少的心血去積聚財富 積聚又那麼難 走又那麼難 你說這個練習 其實說真的 你走了出去 你會不會再回來 就是你犯不再回來 因為走出去是很難的 當然你要建立這個財富是難的 但是走出去也是很難 幸好走到不幸走不到 所以你說會不會這個練習 在你的記憶游身的時候再做一次 我相信就不會了 而至於現在 這個萬聖節章節 去年的萬聖節 我也很記得 不知道去年還是前年 我記得應該是去年 萬聖節上海有很多角色 今年就不給了 因為去年的角色 發覺原來有很多反抗的年輕人 尤其是年輕人 很多年輕人 就是透過這個角色 表達了一些對社會的不滿 今年就懶得你這班小孩 再出來搞這樣搞那樣 於是 最近在上海已經出了聲 那天絕對不可以有萬聖節活動 不可以有其妝而復 不只是故宮不行 上海也不行 他說 萬一發現有角色出現 發現誰 誰被人帶來場 還有誰馬上要卸妝 你想想 現在是這樣的環境 所以 這個 你說是不是好笑 其實還有一件事也好笑的 就是李家超讚楊潤紅 應對猴子死亡 應變得快 12隻死了 還說應變得快 其實很明顯就是 痴地無銀 因為他之前 所有媒體說他 在施政報告裡 兜後兜面 點名楊潤紅 你作為老闆 你不點都點了 你覺得原來不正確的 就下次不說了 那天 那天也覺得好笑 星期二那天 行會之前 見記者 第一件事出來 就是要讚揚楊潤紅 對猴子死亡應變得快 我心想 Oh my god 死了12隻 現在還未知道 那個什麼鼻椎菌 到底是怎樣來 即是 他們懷疑是掘地 但是 周圍的土樣的樣本 又不發現有 到底是怎樣傳播 那 現在完全不認識 死了12隻 都叫做處理得好 哎 真是 所以你說現在怎麼辦 現在這個狀況 是不是 那我們現在 就是精彩了 就是報入這個1984 就是Smith和Julia的結局 就是揭中了 那我們現在 就進入Patreon的時間 如果你們有興趣 就可以加入Patreon Patreon 就是很多讀書片 有些是在 Youtube說 沒有說到 那當然 我當然要留一些好東西 給Patreon會員 所以你們就可以加入 進來的